我今天要去朋友家具擦你 好像要去人家弄幾根的紅皂 就是我硬把他擦在沙裡 哈囉我今天要去文具行幫小朋友買東西 然後待會再去採買 最重要就是現在要先填毛肚子 現在已經中午12點了 新竹人真的不是在巨城 就是去巨城的路上 我們也沒什麼地方好去的 然後是客人,請幫你動 tester 挑食出來的 或許我就想浪費 我是要做醬麻 沒有 阿哥你很好 還有好 나나 野菜 私花都說服裝食物 我想要做溫度的時候 是 forward to the door 如果富豪的話 我會拍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天一个人的时间 早上送完老公小孩上班上课之后 其实我还蛮喜欢做一个人的时间 并不会觉得这样很孤单 像年轻的时候啊 都会希望自己可以交很多朋友啊 然后休假日的时候可以把时间筛得满满的 像结了婚有了小孩每天都闹哄哄的 所以反而是更珍惜自己的时光 像我们的工作比较特殊 我是家庭主妇又是一个YouTuber 虽然说很自由 你可以一个人规划所有的事情 同时之间你也是一个人作业 像我的个性是还蛮可以这样子的 但有时候在家里久了会真的懒掉 所以我就会出去走走逛逛 然后不见得说要买什么 就是多摸摸心摸摸看看这样子 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充电吧 然后可以不被打扰的吃东西追剧 学习的自己跟自己相处 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时候在家里久了真的会懒掉 所以我还是有提醒自己要维持友谊 然后还要维持自己的社交 所以我现在朋友大部分都是 以前读书认识的同学 然后以前上班认识的同事 结婚之后嫁来新竹 认识的妈妈朋友 我觉得人生的朋友来来去去 我觉得这些人已经是够我珍惜的一群朋友 说真的大家都很忙 大家都自己有家庭有工作 所以我有点懒得去认识新的朋友 去重新建立新的关系 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好那这一集就用这样的方式陪伴大家 等会儿 有点准备 这些屋子 稍微吃 这些賣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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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